是今晚5月1日的菊草夜菜,有兩匹馬是特別值得留意的 而這兩匹馬全部來自大陸場,4匹菊草1650米 第一匹值得留意的馬是5號馬冠寶驅 這匹冠寶驅現時是一匹十多倍的冷馬 為什麼這匹馬值得留意? 如果你去大陸場實力馬那裡看,你會見到這場是缺乏放球馬 即是說這場有較大的機會是一場偏慢步速的菊草1650米賽事 換言之,可以放在較前位置走,即是咬在前面走 不斷懂得加速的馬是你首先要留意的對象 而這匹冠寶驅正正屬於這類馬 這匹馬前仗在同程,是白檔,咬著搖位,即是在外面望空放頭 而在一場慢步速的賽事裡,它是沒斷不斷的,是沒斷懂得加速的,而入球 緊緊擺放的,而這匹馬,今仗又遇上非常有利的形勢了 因為這場沒有什麼幫頭的實力馬,即是說這匹冠寶驅在這場賽事裡有較大的機會 是可以咬在前面走這個位置,或者外面這個位置 由於這匹馬是一匹同性的實力馬,而無斷懂得加速 因此這匹可以咬前走無斷懂得加速的最形勢有利的馬匹 在這場賽事裡,是第一匹值得留意的馬匹 而今晚第二匹值得留意的馬,也是這場賽事的10號馬区喜來 既然這場賽事是一場牽慢的步速 即是說排內檔沒斷懂得加速的同性實力馬,也是特別值得留意的 如果你去大陸長實力馬那裡看,你會看到這匹富喜來正正屬於這類馬 它帶前仗排九檔,又要排中外檔,所以留在後面而揣上來跑第三 而具備無斷的加速能力 不單止這匹質身馬,甚至在田草一里,即是田草一里,即是田草一里 也都不斷懂得加速的,即是說這匹富喜來,具備一里的不斷加速能力 它這次就排了一檔,即是在高草一檔出閘,這匹馬有很大的機會 未必會留在最後面,因爲它排了一檔 因此這匹馬可能有機會走走中間的位置 由於這匹馬具備無斷的加速能力 因此在這場絕大部分是偏慢步速的嘗試 這匹富喜來,也佔有排檔和無斷實力的優勢 而這匹富喜來,是一匹5.3倍的半冷馬 這兩匹馬由於都佔有形勢,而且全部都屬於同程的實力馬 而且形勢有利,因此這兩匹馬在這場是特別值得留意 特別值得留意這兩匹馬的單棍 單棍就是Q和PQ,即是兩拳 5.3的Q,現在是40幾倍 5.3的PQ,也有10幾倍 換言之,這場的50Q、PQ是值得你考慮拿來運用 如何運用? 去跟第二的場合買過關 例如,如果你有另外一場的深水Q長次的話 你可以拿著這條單棍去跟你那條Q的長次買混合過關 因為買二穿一只需要乘二,因為單棍是兩拳 當然啦,你這條單棍QBQ 也都可以和你自己的深水單T的場合買過關 要是,將你深水的一場單T乘二,便可以買到二穿一的混合過關 因為你只需要幾百元的鑽馬,是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收數千甚至過萬的派載 如何用幾百元來鑽,最容易幫你贏過萬? 其實,你只需要做兩個非常簡單的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打開你的職業排位計算表 專業版 如果你還未有的話 建議你現在立即在這條片的下面 即是紅色框這個位置 要訂閱請去以下 按進去,你就可以立即擁有職業排位計算表 專業版了 第二個步驟 現在,當你有了專業版之後 就打開職業排位計算表 以後,每一天的賽事 當日哪些場次 是有真正實力碼存在 其實你一看便知道 如果你用這些有真正實力碼存在的主力場置的碼匹 來買過關的話 其實你只需要幾百元下注 便可享有非常多的贏過萬機會 例如 上季的季初 開羅日 9月11日 這一天 就有三場的賽事 全有真正的實力碼 第四場 第九場 第十場 而在職業排位計算表裡 我們會用紅色字來代表這些長次 所以你只需要按進去 這些紅色字的長次 實力碼 便知道這些是哪類碼 例如這一天 就有三場 如果你用其中第四場 第九場 買Q過關的話 十元一注 成本都是八二元而已 這兩場都是中Q的 你可以獲得派載是一萬三千六百多的 例如 如果你拿著這兩場 紅色長次來買 但是單天過關的話 十元一注是三百六 你可以收十三萬七千多的 當然 如果這一天 你用這三場 買三村四Q過關的話 五元的成本是六百三 可以收三百萬 因為三場都過關了 買三元一注 都可以收一百八十幾萬 又例如 上季 谷草的開樂日 9月14日 這一天 第二場 第四場 是紅色的 就是說這兩場 是有真正的實力碼存在 如果你拿著這兩場 買Q過關 單天過關 十元的成本 成本是三百 可以收一百萬四 當然 如果你拿著這兩場 買單天過關 十元的成本 是四百 可以收一百萬五 換言之 當你有了職業排位計算表專業版之後 其實以後 每個賽日 你只需要用幾百元內注 是會有非常多的 贏過萬的機會 這些全部都是用者 即是職業排位計算表的用者 用幾百元內注 是贏過萬的實例 四百三十二元內注 是收三十三萬 五百六十元內注 是收十萬 六百多元內注 是收七萬六 二百四十元內注 是收六萬二 二百七十元內注 是收四萬二 二百七十元內注 是收三萬七 所以 如果你現在還未有職業排位計算表的話 當然 建議你 現在立即在這條影片下面 按進去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立即擁有職業排位計算表專業版了 記住 當你有職業排位計算表 專業版之後 在未來的賽日 用幾百元內注 而可以收過萬 各位人士 分分鐘就是你了